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東方MEO 我是講故事 BAM 不知道各位聽音樂的喜好 或者說習慣是什麼時候開始培養的呢 我記得我是從國中開始才會特別 寄下好聽的歌 然後回家搜尋 因為當時才剛開始有智慧型手機嘛 而且大家都沒有網路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因為老師播給我們聽的兩首歌 一首是我之前BAM 與John Lennon所演唱的Hey You 還有一首就是今天我們故事中的主角 方大同所演唱的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在了解他的近況之前 先讓我們一起來回顧他的前半生吧 這首歌我想大多數的人 就算不知道名字也多少有聽過 畢竟他有名的程度 連當時國二的我都知道方大同事翻唱 而原唱George Benson 真的真的有時間我們再做介紹啦 因為應該沒有這麼多人有興趣 畢竟上次看到的街坊裡 國中生年林俊傑都不認識了 不過雖然是翻唱 方大同還是靠著他清澈溫柔的賞音 唱出了獨特的韻味 也讓我第一次認識到 這個新隱帶的音樂才智 方大同1983年7月14日出生於夏威夷 並先後於上海、廣州及香港等地生活 因其父親是一名職業鼓手 因此方大同從小就接觸了許多音樂類型 也自學了很多種樂器 更是會在朋友及社區的大小派對 和活動上進行演唱 而年少的他 對藍調及靈魂樂的熱愛開始進行創作 但當時他的中文水準 可能還沒有辦法填出 致詞優美而言之有誤的詞 因此原本從事英文教育工作的母親 梁如蘭 便從中幫助了方大同進行創作 更有趣的是 他現在已經成為了著名的天使者 而高中畢業的方大同 並沒有選擇一條常規的求學之路 而是義無反顧地開始投身在熱愛的 創作及演唱事業 陸陸續續寄了許多demo給唱片公司 雖然過程中與香港華納皆有合作意願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當時他年紀太小 疑惑是因為當時外型乾扁的 他不易包裝成偶像 於是他只能先從幕後開始做起 但在此後的幾年內 他好像當時的周杰倫一樣 沒有停下創作的腳步 相反的他努力與包含 張惠妹在內等多位歌手合作 努力爭取在樂壇上的目光與空間 時隔多年本就一生才華的他 終於在2005年與華納簽約 推出了第一張專輯 Showboy 作為自己的首張專輯 如同他的名字 方大同最先分享的就是自己熱愛的靈魂樂 直接告訴大家自己就是不折不扣的Showboy 這首春風吹在融入的Beatbox及Arcapella等元素 讓城市更豐富的同時 也沒有失去他的乾淨與純粹 沾罕見的曲風讓方大同一出道便獲到樂壇及歌迷的好評 這張獨特的音樂風格也開始吸引越來越多人的注意 也讓他成為了華語樂壇的新星 而在出道期得到關注的方大同自然不會放過這個等待遺者機會 在隔年馬上推出的專輯愛愛愛 本張專輯更是在方大同較弱的作詞上下了許多功夫 找來的包含周、耀輝和靈系等著名天詞人 而作曲和編曲作為自己的拿手好菜 則主要還是方大同親自操刀 而他這次不只是以自己熟悉的靈魂樂作為基調 更開始融入了R&B的曲風 所以在華語樂壇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從這裡開始也應該是大家所熟知的方大同了 你哭不起來 我笑起來 都為了愛 愛 專輯同名主打歌愛愛愛 將剛剛提到的藍調曲風展現得淋漓盡致 整首歌的律動、編排及轉調 都是那麼的隨心所欲又變化莫測 真的很好奇那些旋律是什麼出現在他腦海中的 為什麼隨口亂哼的旋律都這麼芭蕾 其實在這張專輯發行之後 就算他當時沒有正式進入台灣市場 就已經靠著非常亮眼的口碑跟傳唱度 獨獲了非常多聽眾的耳朵 因此他在2008年舉辦在台灣的首次演唱會 才剛出道兩年的方大同 在這時候不只已經累積了許多粉絲 更吸引了台灣歌壇許多前輩親臨現唱 更在欣賞王后不吝嗇的直言 方大同就是新世代最有才華的創作歌手 但仔細想一想過去被所有才華的樂壇新人 其實不深眉矩 如果才華有量化標準的話 那在歡樂壇中絕非是金曲獎莫屬了 方大同從2008年進一步打開知名度後 便在同年靠著專輯 《未來Wondering》裡的一首 《Love Song》入圍了金曲獎 最佳過於男歌手及年度歌曲 這對於剛出道的新人來說絕對是很大的肯定 然而更厲害的是他日後發現專輯裡 絕大多數都入圍了金曲獎 更不用說入圍的獎項囊廓了 最佳過於男歌手 最佳作曲人 最佳編曲人 最佳單曲製作人 最佳專輯製作人 年度歌曲 年度專輯等 這個含金量夠了吧 這樣的創作能力 真的說他是張學友或陳奕迅的接班人也毫不誇張 但前面一幫老前輩也不是吃素的啦 這也導致他早年入圍了這麼多獎項 最終都成為了遺珠 但熱愛創作的他在之後的多年裡 也沒有因此停止創作 陸陸續續創作出了《成月》 《回到未來》等專輯 裡面除了收入了著名的翻唱作品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紅豆》 還有著名的《己人游》系列 其中也不乏了一些實驗性的轉型作品 同時熱愛演藝事業的方大同也出了不少戲劇作品 其實方大同對待音樂的態度一直都非常純粹而執著 為了想要在自由創作的基礎上 與大家共享高品質及多元的創作空間 他更在2016年成立了自己的唱片廠牌赴音樂 這個新興的唱片公司隨即便開始發力 並在同年跟自己的老闆合作發行了JTW西遊記 而這次也終於讓方大同圓夢驚曲 一舉拿下第28屆驚曲獎最佳過於男歌手的殊榮 成立了自己的唱片公司後 方大同在創作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這張專輯的風格比起以往的作品 明顯地把節奏的角色強化 一直以來話語音樂的聽眾更接受的其實是旋律 這也側面說明了方大同一直以來都只想做出自己的音樂 不過現在他擁有了最大的實驗空間 說到方大同我想大家公認的標籤 依然還是那個純粹與執著 這樣的個性也導致他就算滿腹才華 但若是創作出的歌曲不符合大眾的口味 最終仍然無法打下半壁江山 但就算是這樣的 他其實也有許多機會像其他人一樣參加音樂綜藝 他的資歷當當評審也是合情合理 但是他卻選擇參加相對流量較低的純音樂分享節目 這就是我們眼中消失了的方大同 說到消失我好像標題擋了一整集 其實方大同近年來還有一些作品產出 2020還有推出單曲面面 甚至還拿下隔年的金曲獎最佳單曲製作人 還有去年推出的RAP單曲清除點 更是近年來積極挑戰的方向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跟方大同過去的曲風級形象很違和 但其實如果讓我們回憶一下他喜歡的曲風 其實Soul Music R&B及節奏主導的編曲都富含著黑人音樂的元素 然而喜歡實驗及挑戰這件事 從方大同創立唱片公司就可以看出端倪 方大同十分明白每個環節帶給一首歌曲的貢獻都是不容忽視的 他現在雖然還是持續有一些作品推出 但是他其實將一部分的重心放在推動創作環境的提升 畢竟檯面上的一首歌其實除了歌手之外 還有背後一堆人的付出 這些人的努力緩緩相扣且缺一不可 作為一個全能的創作歌手 他其實早就將眼光與歌曲作演於整個樂壇的音樂事業 說起方大同也許有些人會覺得惋惜 正沒有才華的他 因為各種原因一直沒有成為華語樂壇中的中流砥柱 反之他的音樂一直都有同一群的人默默的聽 偶爾會有一兩個人加入也很歡迎 因為跟音樂相關的事他比誰都用心 而其他事他毫不在意 縱光方大同的演藝生涯 他很努力的在當著最純粹的人 也一直在作著最熱愛的歌 好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的話也別忘記按讚、分享 也可以每個月15塊加我的會員 或超級感謝支出 就這樣下部影片見囉 掰